各位,上次蕭峰約了大仇人段正淳在晚上三更 去石板橋見面 誰知阿豬姑娘一離開小鏡湖就說肚痛 說今晚可能不陪得蕭峰一起去報仇 蕭峰就說段正淳和自己的武功相差很遠 你一覺睡醒就拿他人頭回來,你不用掛心 眼見天色一路黑,阿豬伯在他懷中 不經不覺就睡著覺 蕭峰拿了三錢銀紙出來,交給那戶農民 請他騰出一間空房,抱起阿豬就放在床上 幫他蓋好被子,放在蚊帳 然後自己就出廳坐在這閉目養神 不久也睡著覺了 睡了有兩個時辰,開門出去看看 只見一彎新月已經斜掛樹頂 天空西北角上烏雲聚集,看來今晚可能會有大雷雨 他生氣了一件長袍,走去石板橋那樹 走五里路倒,到河邊 只見月亮的影子倒影在河中 西邊天邊已經墜滿了黑雲 偶然間黑雲中射出一兩下閃電 照到四野一片明亮 閃電過後,反而更顯得黑沉沉 他越走越快,沒多久就到了石板橋 一看北斗方位,時間還很早 不過是二更時分 心想,為了要報大仇 我居然這麼沉著氣 早了一個更次來 他一生中和人約會,以性命相搏 不知有多少次 對方的武功,往往都會比段正純強 但不知為何 今晚的心肯定不下來 少了以往那股一往無前 決一死戰的豪氣 他站在橋邊 眼看著河水在橋底慢慢流過 心想 啊,我知道了 以前我獨來獨往,無牽無寡 今晚在心裡多了個阿豬姑娘 唉,真是叫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想到這樣,不由得深度多了幾分油情 嘴角便露出一絲微笑 他又想,如果阿豬陪我站在這裡 多麼捨義 他知道段正純的武功和自己相差很遠 今晚一定會打贏對手 眼見約會的時間未到 他就坐在橋邊樹底下,形神吐納 漸漸靈台中一片空鳴,沒有雜念了 突然間電光一閃,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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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霹靈 從雲堆裡頭打下來 橋風睜大眼,心想,很快就要下大雨了 快要三更了吧 就在這陣子 在通向小鏡湖的路上 有一個人慢慢走過來 高高大大,真是段精順 他走到蕭峰面前 心心作憂說 橋幫主見趙 不知有何見教呢? 橋風睜眉眉側面頭,用眼尾掃著他 那把火跟著就發聲升起了 段王爺,我約你來這裡的容易 難道你不知道嗎? 段正純就說 唉,你是為了當年隱瞞關外的事 咦,我不聽奸人說話 受人玩弄 傷了令堂聖明 累到令尊自盡身亡 實在是大錯,得錯 蕭峰說 那你還為何害我義父喬撒懷夫婦 害死我恩師玄虎大師? 段正純轉頭,很淒然地說 我,我是想能夠遮掩這件事 怎知越陷越深,難以置筆 哼,你都算是幾直爽 那你是自己了斷,還是由我動手啊? 如果沒有荷幫主出手相救 我段某今天下午就已經明喪小鏡湖邊 我多做半日人,都是國下恩賜 喬幫主現在要拿我命, 儘管出手就是了 咳咳, 又一聲響雷打過, 撒, 跟著黃豆那麼大粒魚就撒下來了 蕭鳳聽見段精淳說得這麼豪邁, 也不禁心中一道 他本人很喜歡結交英雄好漢, 自從一見到段精淳, 見他英知濕爽, 就產生了英雄式英雄的感覺 唉, 如果是一般仇口, 就算是對他本人有重大侮辱也好, 早就一笑了之, 跟他拍拍肩膊去喝酒和好 但是父母之仇不共大天, 怎能夠就此放過呢? 他舉起手掌就說, 為人子弟, 父母師長的大仇不可以不報 不, 你殺我父親, 母親, 義父義母, 壽業恩師, 一共五個人, 我就打你五掌, 五掌完了, 你是生是死, 冤仇一筆勾銷! 段精淳, 苦笑著說, 一條命, 換回一掌, 段某報應太輕, 心感盛情 咦, 蕭峰心想, 難道你帶你段視武功灼絕, 只怕蕭峰到時出這一掌, 你就經受不住 想到這樣, 他就說, 好, 那你就看掌, 左手一圈, 右掌呼聲打出去, 電光這陣時一閃, 咔嚓! 半空中, 一個響雷又打下來, 雷座掌勢, 蕭峰打出這一掌, 夾襲著天地風雷之威, 砰! 一下帶段精淳空偶 只見段精淳連站都站不穩, 整個向後踏開, 啪聲, 就踏在石板橋爛可道, 整個人軟軟軟軟, 動都不動了 嗯? 蕭峰打就行了, 為什麼他不出掌抵擋呢? 武功不會這麼差啊, 接著就立刻飆過去, 撿著他三後領, 撕他起來 哎呀! 還更加害怕, 耳中籠籠傷, 雷聲不停, 大雨打到他面上, 他沒有知覺, 一味說, 哎呀! 為什麼他變得這麼輕, 變得這麼輕 那事關今天日頭的出手救段精淳那時候, 撕起他的人很耐霞 武功高強的人, 撕過的東西, 就算撐著一斤半斤, 他都即時會知道 但是蕭峰這時候覺得段精淳整個人突然響了幾十斤都有, 當同心都寒了, 啪聲, 飆了一身冷汗 就在這時候, 撕, 一道閃電刷歌, 蕭峰乘機摸著段精淳整個臉, 哎呀! 碟到好像一堆軟泥, 接著搓了幾下, 應手而落, 碟光閃閃之中, 他看得清清楚楚, 不由得叫, 阿豬! 阿豬呀! 原來是你呀! 一時間, 當堂覺得自己四肢八孩沒有力, 拱聲, 不由自主整個跪低, 抱著阿豬兩隻腳, 他知道先頭自己那掌運足全身之力, 就算武林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出掌雙刑, 都未必抵受得起, 何況阿豬這個嬌小玲瓏的姑娘呢, 他又沒有出掌抵蕩, 哎呀! 這一掌, 當然是打得好, 阿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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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豬 阿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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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不住,你生我啊 少豐大聲說,我不生你,我生我自己,生我自己啊 講完又舉起手,猛地打自己的頭殼 亞豬左手動了一下,想叫他不要打自己,但提不起手 大哥,大哥,你答應我,答應我,永遠不要損傷自己 你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大哥,你,你戒開我的衣服,看看我的左手,左手臂才說 那蕭鋒和他關山萬里,同行同宿,始終以禮相待 這時候聽見人家叫自己解開的衣服,我就整個疾住了 阿豬就說,大哥,我,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我整身都是你的 阿豬,你看一下,看了,看了,看了你就明白了 少豐眼淚混驚,聽他說話還好像挺清醒的 還博望有得救了,即時左手掩著他的背眉,急運真氣就輸入他的身體裡頭 右手就慢慢解開他的衣服,看看他的左手臂有甚麼 天上長長一道閃電掠過,少豐眼前一亮,只見阿豬肩膊高勝雪,似著一個殷紅而血的斷子 阿豬肩膊高勝雪,又驚奇,又傷心,不敢看那麼多 摘好他的衣服,遮住肩膊,就輕輕抱著他,說 阿豬,你肩膊上有個斷子,這是甚麼意思? 阿豬,阿豬就說了,我爹,我媽,送我給人家的時候,在我肩膊上刺下 阿豬肩膊上刺下,他想著,想著將來很相形 阿豬,那這個斷子,這個斷子 阿豬,今天日休息的時候,他們在那個阿豬姑娘的肩膊上 發現了這個記憶,就知道是他們的女兒了 阿豬,那時候,你,你沒有看見的嗎? 沒有,我沒有看見的 阿豬姑娘肩膊上,又是貼著這個,這個紅色的斷子 和我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阿豬姑娘肩膊上,哦,小豬姑娘肩膊上,原來你,你是他們的女兒來的? 是呀,是呀,本來我也不知道 阿豬姑娘肩膊上,我一看到阿豬肩膊上貼著這個字 而且他,他有這個金鎖片 和我的金鎖片是一模一樣的 上面刻著十二個字 他那塊金鎖片是 湖邊竹,形形綠,報平安,多喜樂 我那塊金鎖片是刻著 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嶺 我,我以前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現在知道了,原來說的是我媽媽的名字 我媽媽就是那個女人,婉…婉姓竹 這對鎖片是我爹送給我媽媽的 他生了我兩姐妹之後 就給我們一人打一塊金鎖片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馬上幫你醫傷一下,阿豬,這些事你慢慢再跟我說 你現在不要說那麼多話 不行不行,我…我要跟你說清楚 再遲些就來不及了 大哥,大哥,你先聽我說吧 蕭鋒就忍不住押他的意思,只好說了 好好,我就聽你說,阿豬 那你不要那麼用力 大哥,你…你…你對我真好 什麼事都遷就我 阿豬,我以後什麼事都遷就你 我什麼事都會遷就你 行了…大哥…大哥… 我不喜歡你對我太好,你對我好的頭 我就無法無天,沒有人管得住我了 我哥是我ks,終於那下… 你來…大哥… 我日間躲在那房子後邊 聽到爹和媽媽對我妹妹阿子姑娘說 原來我爹段征信另外有妻子 他和媽媽不是正式夫妻 生了我之後, 第二年又生了我妹妹阿子姑娘 後來段征信要回去帶你 我媽不放她走, 兩個人吵了一場 後來, 後來沒辦法, 都只好分手了 我媽家教很嚴重 如果讓她爹知道這件事 就會殺了我媽 於是我媽不帶我兩姐妹回家 唯有分開送給別人 只想將來認回 那就在我們兩姐妹的肩膀上刺了這個段字了 那時候, 那時候我才得一歲大一點 我當然認不到我爹, 認不到我媽了 這陣子, 電光不著閃動 響雷一個接著一個 突然之間, 河邊一棵大樹被雷打中 滴啦, 整棵塌了 但是蕭鳳的兩個人對於身外邊 什麼都不注意 雖然處於天地巨變之中 但是混言不知 只見阿豬又說了 大哥, 害死你父母的人 居然是我爹 老天爺這樣的安排都有的 而且, 而且從馬夫人口中 套文出來我爹的名字 就是我自己 我如果不是喬莊假扮白世鏡去騙他 他也不會說出我爹的名字 人家說, 冥冥中自有天意 我從來都不信的 這但是, 你說了 不信得不得? 不信得不得? 笑風惡高頭 這陣子滿天黑雲 早就把月亮遮得一絲光亮都沒有了 一條長長的閃電過去照得四野通明 就好像老天爺忽然間開了眼一樣 他倒下頭, 心中一片亡煙 阿朱呀, 那你知道段正信 真是你爹, 你沒有搞錯吧? 不會錯, 不會錯的 那天爹, 我聽著我爹, 我媽抱著我妹 一直在哭 說他們遺棄我兩姐妹的經過 他們都說, 找回我妹了 那打後呢, 無論如何 都要找我 但是他們又怎麼猜到 他們的親生女 那時候就伏在窗外邊呢 大哥, 先頭我炸掉自己肚痛 後來睡著了 我就改扮成你的樣子 去跟我爹說 我說, 說今晚石板橋的約會算數了 有什麼仇口, 就一筆勾銷 然後, 我又扮成我爹的樣子 來和你見面 等你, 等你報到這個 說到這裡, 阿朱已經是有氣出就沒有氣入 喬風手掌到家運耐力 聽著不要這麼快死 他說, 哎呀, 為什麼你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呢 如果我知道他就是你爹的 那, 這樣的說話 他就再都說不下去了 事實上, 他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他事先知道了 如果, 段正純就是阿朱的父親 那自己怎麼辦呢 聽著阿朱就說了 啊, 我想來想去 想了很久了, 大哥 我多麼想陪你過這輩子 但是, 我又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叫你不報你五位親人的大仇呢 那, 就算我糊塗糊塗地叫你 你又答應嗎 是不是呀, 那始終都是不行的嘛 哈哈, 哈哈, 阿朱的說話 越講越無氣 天上的響雷, 鈴鈴鈴鈴響個不停 但是喬風聽來, 阿朱的每句說話 都比震天響雷更加驚心動拍 各位, 阿朱下去會怎樣呢 就算他死了, 蕭風又會不會再找段正純報仇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各位, 阿朱, 阿朱